民主党派领袖张伯军、罗荣基等55万中国人 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 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成 以及张文天、周小舟被打倒 1966年,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中先部长陆定一 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坤被打倒 接下来,邓小平被打倒 赫龙、陈毅等一大批开国功臣一个个遭了殃 1968年11月,刘少奇被冠以叛徒内奸特务罪名 押送到河南开封一间小屋监禁起来 一年后,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含冤死去 这是一张刘少奇的儿子填写的尸体火葬申请单 死者姓名刘卫黄,年龄71岁 职业无业,申请人刘源,与死者关系父子 不出两年,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法定继承人林彪 也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毛泽东真的成了中国人民的上帝 好歉,晚岁,晚岁,晚岁 好歉,晚岁,晚岁 好歉,晚岁,晚岁 万岁,晚岁 万岁,晚岁,晚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晚岁,晚岁 人民,十亿人民也在这个强人面前彻底暴露了灵魂的空虚无望 彻底暴露了无神论的疲软不堪 从大跃进的狂热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热 从超英赶美的梦意到解放全人类的梦意 哦,人民啊,你怎么解释你这一次又一次的灵魂昏厥 你怎么推卸你这一次又一次的荒唐责任 1966年,毛泽东八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接见了几百万红卫兵,决心誓死效忠他的青年学生 他们远远遥望着城楼上那个几乎望不见的小黑甲 热血沸腾,热泪滚滚 以为那正是拯救他们 不,不仅仅他们是拯救全人类 以水深火热之中的伟大上帝 毛主席啊,毛主席 您今天两次来到我们中间 您神采奕奕,红光满面 您的精力这样充沛,身体这样健康 这是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 也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 没想到两年后,1968年 这位中南海里的上帝 突然下令将他的狂热崇拜者们 五千四百万青年学生 下放到农村边疆去接受再教 留下了整整一代人 如气如素的苍凉杯歌 哦,中国人,你上当了吗? 你受骗了吗? 不,你依然没觉醒 你仍旧不明白 直到1976年 文化大革命已经丑态百出 神州大地生灵涂汰 爱国忠良几尽灭绝 国民经济近乎崩溃 人们依然对着毛泽东的遗体 哭得痛不欲生 宛如天崩地裂,世界末日一般 人心中有一个洞 非得上帝不能填满 中国人啊 你一日不认识真正的上帝 你空空荡荡 六神无主的灵魂 就必然寻找人造的上帝来替代 你一日不敬拜那当受敬拜者 你就难免去敬拜那原本同你一样 有罪有限的某一个强人 一个个真龙天子们 已经糟蹋了你祖辈的全部前程 今天你再次用新的前程 祭奠出独裁者 大救星假上帝 佔新的国号和纪念 时髦的主义和宪法 无法遮盖一颗沉浮昏溃 不见天光的民族灵魂 中国人文化就是政治文化 而且政治文化里面 因为它顶于一个神 所以它就是一个官僚文化 这官僚文化说起来 就是一个马屁文化 就是一个屈服文化 就是一个奴隶文化 哪有时候人可以造神呢 可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人是造神的 只有一个人可以造神 无常全为这个皇上 1978年邓小平的经济改革 与1861年共勤王的洋务运动 本质上有什么两样呢 只是时代不同了 邓小平成功了 成功了又怎么样 当青年们开始向这个人 欢呼赞美的时候 当渴望真善美的灵魂 又一次投入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厄运已经离他们不远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 坦克车隆隆驶进天安门广场 又一次碾碎了青年们的梦幻 这些曾经热烈欢呼 曾经屈膝下跪 曾经对邓小平 寄予热望的人们 又一次跌破了眼镜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安门 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为天安门 浩天上帝赐给神州儿女的平安之门呢 1992年 邓小平南巡掀起了一股发财致富的热浪 几年来 人欲滚滚 经济腾飞 惊煞了世界 一时间人们全身心沉溺于不管白猫黑猫的亢奋状态 天真的西方人也认为连续10%的年增长率 便可以逐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 错了 贫穷并不是中国的病根 中国重重灾难包括贫穷的根本原因 乃是争来斗去 你死我活 亵渎神明 一手遮天 自残自虐 翻来覆去 每一朝开国第二代 第三代的天下大治 到了第四代 第五代都变成了天下大乱 中国历史的死结远远没有解开 中国呀 你永远无法用经济的腾飞 来逃避你灵魂的堕落和这种堕落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恶果 毫无疑问 洋务运动不能代替违新变法 然而为什么 为什么民主对中国人来说这么难呢 在台湾这个先行一步的地方 人们也在问 在别人家中玩的好好的民主政治 一旦到了中国人手中 却不知怎么搞的 立刻变成了各派山头的生死大对决 就算了一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